Hello 大家好 我是知之居居居居 在活运转中 水盾作为五大盾数之一 一直被诟病 化而不实 大部分水盾都是靠着量来提升冲击力 攻击的 甚至浩大 却燃病暖 用网友的话来说 只是被水冲一下而已 要不会死 花跟火柴都能把人烧伤 你吐个水盾就像再给人洗澡一样 在这上大部分水盾都很耗蓝 使用才受制于环境和地形 和其他四盾来比 性价比着实不高 可即便如此 还是由于小撮水盾高手 把水的属性特征发挥到了极致 并开发出了极其强大的水盾人数 那么本期视频 我们就来谈念一下火影中最强的十个水盾吧 水化之术 水化之术是鬼灯一族的必备秘术 也是使用好水腕和水铁炮等高阶秘术的先决条件 该术能随意将肉体液化免以物理攻击 对体术和人居流人者十分克制 此外 液化状态下还能进行诱导 浅袭 抵抗声音震动 水月甚至还用作医疗人数帮助刚手借过身体 给四月疗过伤 可以说是实用性超高的一个水盾啦 但缺点也很明显 就是为被雷盾磕得死死的 冻屋帽子 冻屋帽子是水月最强的防御型水盾 盾大量的水覆盖在被水化之术液化的肉体上 形成一个巨大的水之盾牌抵抗攻击 水月曾以此树和神寻巨树的八围撞得有来有回 硬接维兽域只残不死足以见此树的防御等级之高 考虑到维兽域的破坏力远强于扮演的好伙面诗 所以冻屋帽子的防御力自然也在水振株之上 食堂之无愧的最强防御水盾人数 水径之术 水径之术是四代水印食仓时盾的一个高壁格时盾 也是勾集玉子的秘术之一 用水制造出一面镜子 让映照出的对象实体化 人会受到跟自己复制品完全相同的力量反击 不管是奇拉比的体数和准距 还是名人的螺旋弯都能完全复制 鉴于名人的久位模式也被复制了下来 所以不排除秘术 仙术 血迹身界等也有被复制的可能性 试想一下如果不考虑出手顺序 水晶复制叶凯和凯对拼 那方面我可不敢想象 毕竟是水影级别的技能嘛 是要比上大瀑布水龙弹这些常规水盾高级的多 唯一的缺点就是该术不能主动出击 只能作为防御反击使用 千石角 不同于由水形成的五石角 千石角本质是查克拉七弹 是拥有海量查克拉的鬼角 才能使用了一个奢侈人数 一口就是召唤出 一千只鲨与形态查克拉七弹 可不是闹着玩的 量大且破坏力强 六门凯的招孔雀都无法将其完全消灭 水铁炮之术 天气 同样也是鬼灯一族代代祥产生的秘术 水铁炮之术以水化之术为基础 从指尖射出高压水滴 不仅攻击速度超过音速 而且贯穿力极强 官方用1db杀的水鸡蛋的超高评价来形容此数 这招各方面都和飞舰的天气非常类似 都是水盾中极其罕见的单点贯穿型元素 水浪 杀鱼游动术 该局是全局中唯一一个S级水盾 鬼胶在使用大爆水中波制造大片水域后 刺身在鱼胶机融为一体 变成半鱼人大幅度提升自己在水中的移动速度和攻击力 同时还能吸收敌人的查克拉 查克拉万一模式下的奇拉比 在鬼胶此处的攻击下毫无招架之力 水断波 水断波是飞舰最强的水盾 从口中吐出高压水路 杀伤力极强 如如轰盾一样进行切割攻击 和动画给些原创的高压手枪非常类似 飞舰水断波的手袖 就将吸收查克拉的神术树根轻易给斩断了 足见其威力之强 大胶蛋之术 大胶蛋是水胶蛋的升级人数 用查克拉瞬间制造一只超大的鲨鱼型水弹攻击敌人 如果受到忍术攻击 则会瞬间吸光对方忍术中的查克拉 转化为自己的力量 此数愈强则强 是忍术对拼神技 也是全局中为二的A级水盾 另一个A级忍术大步步之术 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只是鬼叫的实战水座 就遭到了青蒙凯咒虎的克制 实属倒霉 真微暴危 真微暴危是二代水影鬼灯换月的一个无限爆破忍忍术 也是水分身的终极延展剂 利用油和水制造出一个孩童外形的分身 分身攻击速度极快 能在空中自由飞行 利用热杖的所有等原理实现无限爆炸 欢迎从云这招将二代图影皮肤折伤 是个让拥有成盾 分裂飞行感知等能力的二代图影 都感到相当精神的忍术 也常现在和大胶弹水断波竞争最强攻击时刻 以上就是个人认为最强的是个水断忍术 有的重辅助 有的偏防御 有的是纯公斤 每个树侧重不一样 所以没做排名 但能肯定的是这些树都是各自领域类 能力最顶尖的存在 像水龙弹大瀑布这种攻击还行 防御也不错 但没有一项能力 是特别突出的 就排不上号了 对于飞舰的水龙咬爆 一摸水刃这些树 就是火影游戏底的原创技能就不做讨论了 对了 飞舰的海盾羊盾是和大海签订契约的男人 能够通灵大海这些设定 也都是早年国内网络同人瞎编的 不必当真 那么最后就单论水盾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喜欢的朋友还请点个关注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